同學還有老師 大家晚安 我是Maisy 那一題所次呢 可能看起來比較沉重一點啦 那但是就像剛剛副董阿姨說的 態度決定以前 我覺得就像你聽了再多的 學習的撇步啊 技巧 都比不上你有一個正確的態度來的重要 所以這是我覺得 我個人上了大學以後 影響最深刻的一個層面 那我就用我的故事來開頭好了 大概一年半前 也就是我大一的時候 第一學期 第一天第一堂課 就是大家最害怕的解剖學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一走進那個教室 那教授開口第一句就說 我這一門課 以往平均每一年被fail掉 也就是被當掉的學生比例是50% 也就是說在座的各位 你們有一半 明年此時此刻 你就會再看見我 I'll see you guys again 那如何避免這一場悲劇呢 不難 一天大概花三個小時就好 你應該就會讀得不錯 我當時坐在台下第二排 左邊數來第三個位子 你看我記得多清楚 我那時候就心裡想說 教授你開玩笑嗎 我還有其他三個科目要修耶 我不是只有你這一門解剖學 可是還真不是開玩笑 那一學期結束之後 真的大概有一半被擋掉要重修 然後三個小時 一天三個小時算是保守的估計 考試前的幾 考試前大概兩三週 我們整天都泡在實驗室 為了就是要看那個大體啊 還有一些人體結構什麼的 一天大概五六個小時 待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幾個女生從就是不太敢碰有點膽怯 到最後我們可以下了實驗室之後 一起去吃大餐這樣 那整個學期這樣過下來呢 就是兩個字型喔 掙扎 我自己覺得我從來沒有做過 投資報酬率這麼低的一件事情 我必須劃比平常努力十幾倍 甚至一百倍 我必須付出這樣的努力 我才有辦法達到我原本 對自己的要求還有水準 那這些是截破絕 我一些講義的照片這樣 那我雖然最後的結果我很滿意 但是我回去看整個過程 我覺得我好像少了什麼東西 我少了當初進那個教室門之前 那個期待興奮還有好奇 我好像被壓力壓得喘不過起來 然後甚至有一種力不同心的感覺 於是這學期 就是大二剛過這一學期 我就調整了心態 我又修了一門結果 我學 不知道 學不乖 但是 我也許是因為有了基礎 然後也許是因為我調整的心態 我告訴自己 一直不斷提醒自己說 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這是我喜歡的東西 我選擇我自己喜歡的 我不應該背著最後成績 或是幾個數字推著我走 那很神奇的是 我這樣子一心態改變之後 我不能保證說 這門課變得很輕鬆還是很容易 它一點都不容易 但是我覺得沒有負擔的學習 你有這個正確的態度 它可以讓你走得更久更遠 學習的本質應該是說 你為了可以探索新的事物 你為了可以學到新的角度 探索同一件事情 你會有更多的收穫 這過程的成就感 也就是學習本質 應該是推動以前進的動力 而不是被成績推著走 因為這樣走不遠也走不久 那我把整個氣氛搞得很嚴肅 先來分享一個校園的傳說好了 這個呢是Jaccarander 它中文應該叫做藍茵花 那它在澳洲Brisbane這一帶 大概春夏季季 它會盛開 然後開得滿商品也都是 整個校園整個城市都不滿 紫色的花板 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到 非常的美非常的浪漫 但是只要你是那邊的學生 你就沒辦法用這麼浪漫的角度看待它 因為我們校園的傳說 就是十月份也就是藍茵花盛開的季節 也是我們準備期末考的季節 只要被這個藍紫色的花瓣砸到頭 你的學科就會Fail 所以我們經過那個解剖學教授的威脅之後 我跟同學嚇得半死 我走在路上都撐著傘 超級十分 對啊 我在那邊大概兩三年也逃不掉嘛 我們不能走在路上都撐著傘 所以我說算了要砸就來吧 我就走在路上也不管那麼多了 我就說親自實驗看看 我可以告訴各位實驗的結果 那傳說是假的 達的越多成績越高 想要來Risbane的學弟妹們不用擔心 一切這是假的 好 那我相信後面很多學長姐還有故事 還有有無用的經驗想要分享給大家 那包括時間的規劃啦 還有鼓勵各位多多參與課外活動 那大學所事很繁忙要處理的事情很多 不是只有課業這件事情 以人生還有很多事是在課業以外的 那我們就請小玉幫我們介紹一下 怎麼安排時間